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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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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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回去还不让大哥给骂死 你这真是把大哥看成老虎了啊 二哥 你说我们在这儿等了好几天了 这什么时候试不透啊 上级一天不通知取消计划 我们就得等一天 一年不通知就得等一年 其实问这个话之前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那你还问 我要不问问的话 感觉真困得不行了 大赛 要不二哥给你讲讲路党实验吧 好 这你别讲 我记得可清楚了 严守秘密 服从纪律 牺牲各人 窃息斗争 努力革命 永不叛党 怎么样 一个字不差吧 可以啊 老三 但是二哥告诉你啊 记得一字不差 这并不难 难的是我们要一字不差地去旅行 去做到 这二四个字啊 我们千万不能把他当作是老和尚年纪 有口无心啊 我知道了 大白公 大白公 该出发了 老大 好 严兄 心路趟好了 都是野兽走的道 好 野兽走的道 为了不让敌人摸清我们的行动规律 必须时刻更换路线 大白公 请 好 大白哥 前面就是交界点 我已经探好路了 安全 我们可以出发了 好 你的鞋呢 难道鞋给泡掉了 没事 没事 真的没事啊 没事 大表官您知道吗 其实出发的时候 我挺担心的 我还怕您掉队呢 结果跑进来比我都快 那是你萌犯里 把人瞧扁了 我可是军人 是是是 出发 好 洛阳 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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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二哥 三哥 老四 你怎么来了 大哥让我来给你们带点吃的和水 来吧 老哥 吃 吃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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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表哥 我跟你介绍一下 他是我们的交通员 下一阶段的路程 由他俩负责 大表哥你好 你好 书宝 吸取上司的教训 今天晚上不能在博光澳库里里 你必须把大表哥连夜送到永远 好 你放心吧 老四 你回去通知大哥一审 就说我跟老三连夜要执行任务 不回去了 二哥 你这次也带着我呗 不行 我肯定不会像上司拖后腿的 听你哥的话 你还小 还是个孩子呢 我不是孩子了 我都执行过任务了 也是个交通员了 二哥 我先去探探路了啊 大表哥 时间比较紧迫 我们赶路吧 好 来 慢点 正面 到现在大表哥 后面小心 到现在大表哥 后面小心 大表哥 您先坐在这里休息一下 我去前面探个路 你们两个接近点啊 好 好 哥 谢谢 哥 你是城里的吧 怎么看出来的 我 我瞎猜的 你为什么不跟我说真话 你这也太厉害了吧 我肚子里面想什么小弯弯 你都清清楚楚的 你见我走山路 赶不上你们兄弟三个 就知道我是城里人 可又怕直接说吧 会打击我 所以就绕了个弯 对不对 我说你想问题很有逻辑性吗 逻什么 逻辑 逻辑 这个不重要 重要的呀 是你的脑袋很灵光 将来避陈大气 成大气我不敢想 我就想把国民党政府给推翻了 然后造出好耻 让这十里八乡 都认我这个造势大王就行了 三哥 你这都想当造势大王啊 心上不大呀 我这不说未来嘛 人要是没点笨头 那不成废养了吗 说得对 你说得很对 别看我们现在 连过境都躲躲藏藏了 可将来啊 我们一定会成为国家的主人 到那个时候啊 你就是国家的造势大王了 哥 哥 这跟你聊天可真开心 哥 我这有个秘密想跟你说一下 说呗 害羞什么呀 我已经向组织 提招入党申请了 真的 这对敌人来说是个秘密 可对自信来说是个喜讯 小同志 我祝你 早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 正式党员 谢谢 我二哥说了 下个月就给我提交组织手续 那太好了 那太好了 好 二哥 这地方怎么被封了呀 你们几个干什么呢 你们几个干什么呢 军爷 那个 我们是路过这里 想给大嫂跟老婆扯快步回去 老家哪里了 我们是清晰的 跑这里来买布 告诉你们 这家布店有通共嫌疑 我看你们都是共党分子 都给我带走 走 方老师 快走 走 快走 快走 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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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管 二哥 先走 快 你们先走 走 快走 二哥 快走 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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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追 别走 别走 二哥 三哥没事吧 别说了 赶紧走 大表哥 快走 请立刻转告五号先生 大表哥 安全到家了 我的代号是1199 首长 您到家了 一路辛苦 我不辛苦 我不辛苦 辛苦的是那些 一路上把我扑送到这儿的 交通员同志们 对了 刚才那两位交通员同志呢 他们完成任务后 回城了 能不能把他们叫回来 我想当面谢谢他们 首长 我们的交通员 心里只有任务 完成任务后 他们是连一句感谢 也不需要的 这条交通线 是维系着党中央和中央苏区的生命线 我们永远都不能忘记这些 用鲜血和生命来维护这条红色血脉的英雄交通员 他们都是最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啊 老四 你慢点 我要去找三哥 我们三哥一起来 就一定要一起回去 老四 我不相信三哥真出事 我要去找他 我要去找他 找他三哥死也不会 大家都看好了啊 有个共党分子被我们击毙 挂在这里势众三天 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政府命令 十二岁以上的男丁女眷 都要来这里观瞻 最后一天了 我心里有些人 你一定会去找他 大哥 你去哪儿 我去把老三背回家 你不许去 我去把老三背回家 你不能去 你不能去 我去把老三背回家 你不能去 我把老三背回家 老三背回家 你不能去 老三背回家 老三背回家 你不能去 我 我背不去 三背三背 你不能去 今天非要去的话 就先把我打死吧 大哥 你说的我都懂 我心里也像道哥一样的痛 你说要去 我一定帮老三背回来 难道我就不想吗 难道我就愿意让老三 在外乡城孤魁野鬼吗 你要去 要去也是我去 老三是因为我死的 大哥 我告诉你 我看到老三的时候 我恨不得上去夺几把枪 能打死几个白狗就打死几个 打不了跟他一起去见阿爸 阿妈 可是我忍下了 我们家已经没了一根老三了 再送几条没有得怎么样啊 我们现在有本事 有勇气就是应该 好好的活下去 我真当交给我们 整个角度长的任务 这样 我们家老三死的才值得 不是吧 哥 老大 儿说得对 老大 你是我们这个家的主心骨 我们这个家 还要等着你拿大厨一道 你本事不能那么冲动 你知不知道 大哥 我知道你跟三弟连着心 可是我跟大嫂 也把三弟当成自己的手足兄弟 你想去接他回来我们也想 我们去做一桌好饭 点上香烛 再准备饮壶好酒 我们把三弟接回家 赵天 去准备 三婚三送 老三 以前 阿哥不让你喝酒 是怕你喝了酒 说漏了嘴 坏了我们交通站的大事 今天阿哥给你倒酒 让你喝个够 我学会写二十四个字了 联手秘密 服从纪律 牺牲个人 写计斗争 努力革命 永不叛党 你去别往里面掺和了 为什么呀 我们邹家得留一个是吧 那你这意思 只能去牺牲吗 当然不一定会牺牲啊 但是我们既然参与了 就得有这个思想准备 理想 就像点在我心中的薄公灯一样 永远都不会吸 二哥 我这突然都感觉自己不累了 浑身都是力气 阿妈 阿妈 儿子们从小受你们的教育 长大之后也按照足迅 父母的意愿选择走了这条道路 想的 就是不光为自己 也可以为天下的人们 做点事 可是这条路 没有人走过 高高看看 帅帅帅帅大大 甚至与流血牺牲都在所难免 可儿子们选择了这条道路 就从来没有后悔过 就从来没有后悔过 我相信 这也是阿爸阿妈真希望看到儿女们走的正道 敬请阿爸阿妈在天之礼 领春宝回家 磕头 敬请阿爸阿妈 敬请阿爸阿爸 老三这一早 我们全家人都很痛心 但是从明天开始 我们要把这份痛 深深地埋在心里 千万不能挂在脸上 甚至不能让任何一个 老外人知道 老三已经不在了 更不能让任何一个人知道 老三是怎么走的 如果有人问起来的话 就说老三 就说老三跟家里的兄弟闹别扭 离家出走了 可是老三 大三你别急 我知道我怎么说很崛起 但我必须怎么说 国民党当局千方百计地 想摧毁我们的交通站 我们千万不能给敌人 留下丝毫的把柄 否则 不光是我们一家人会遭受灭顶之灾 就连整个交通线都会中断 大家都知道 现在我们运送的不光是物资 还有人员 而这些人员 恰恰是我党最重要的领导人 他们都要从这条交通线经过 而我们的这条交通线 就像人的生命线一样重要 不能出半点差池 如果交通站暴露了 那交通线就断了 所带来的危害 是我们全家人都加在一块 都不能承受得太深之重啊 大哥 你说是不是这个离音 老二说的 都听明白了吧 出去就说 老三是和我们兄弟吵架了 离家出走的 老四 别说漏嘴了 你呀 把你三哥的衣服 裤子 什么东西都给他收拾好 放这么气了 行了 从明天开始 该干什么干什么 大哥 大哥 家里的所有事情 都听大哥的 对了 对了 今天我还有一件事情 先跟家里人商量一下 商量什么 你说啊 我们这个交通站啊 我们这个交通站啊 任务越来越繁重 也越来越危险 我想 我想让大嫂和喜诺 离开博古高 先回家 我 师傅 你是要再谢我一次吗 我是不想我们宗家没人了 我更不能让我的孩子 生下来就没有父亲 是 晓诺 真的 听老二的 听他的 你好好地回老家家 安好身体 把孩子平平安安生下来 你看 这可是我们邹家的 大喜事啊 大嫂 我不会走的 不行不行不行 不行的 我跟你说 你现在不能跟着 我们担心手不好似的 听话 听话 我要这样 这孩子是在 博公奥怀上的 就要在博公奥生下来 将来还要在这里长大 有什么不可以的 希诺 希诺 佳有前口 主是一人 大哥 这事你给做个主吧 行 这事情我做主了 赵爹 你带着希诺回家 然后呢不许回来 直到孩子平安生下来 阿嫂 希诺 听你大哥的 大哥 我 希诺呀 你别这样了 这次老二让你回去啊 和几年前的不是一回事 之前他是参加了暴洞 眼看暴洞就要失败了 他怕连累我 所以才悔婚休妻 这次他又顾忽充施 我知道 我知道他就是怕我担惊受怕 所以才让我离开他 离开这个家 可是我赖希诺 要是连这点风浪都经受不起 我又怎么会 踏踏实实地跟着他揍书宝 又怎么会来到这博公奥呢 我 秦诺 大哥知道你想的是什么 但是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 这不 老三这一死呀 这儿我真觉得越来越危险了 你就听大哥这一次 我 我就是走 也得等老三搬来三七再走 好 就这么说定了啊 我跟你说啊 你这个事情还是要抓紧 你也放心好了 保证我这时候 老板 今天报纸 我还会关几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久不见 想你了 怎么着 我们找个地方喝一杯 马上要去美洲啊 那行 等你回来 回来联系 来 我真是忍上晦气的 这是我们老板华富公司的霍董 我不是 对对对对 我马上让我大佬 打电话给崔燕珍 崔大老板 证明我的身份 我们要是长期不招收当地的雇员 时间长了他们肯定会有疑惑的 让那小伙子来吧 让他先看看门烧烧水 以后的事以后再说 行 明天我就让他来上班 我们这个交通线啊 运送的同志可不是一个两个 所以交通站的安全 一定要非常缜密 不能给敌人留下一点破绽 还有就是生意做得越大越好 生意大了掩护性才好 还有不能跟他们正面冲突 我们要跟他们斗智斗勇 安全放在第一位 老鹏 我想起个事来 你还记得那天我跟你说 李文川突然打电话找你的事吗 哪天 就大表哥出院那天 他是不是看到 国民党当局的通缉令了 打电话试探我 是不是真的把霍董送去了厦门 这个事啊 我心里就一直不踏实 他打电话试探我 说明他心里已经有疑惑了 这是个重大事件 马上跟林峰同志发电报 把这个情况告诉他 做好应对措施 好 我马上去邮局给删下发电报 那我去到网头 落实一件传票的事 去吧 来 致债这个偏僻小山村 在很早的时候 就是一个红色积点村 这里的群众基础很好啊 这些年 他们经常遭受 国民党当局扶植的 土匪民团们的烧杀抢掠 他们对国民党反动派 有着深仇大恨 我们过去 在赤寨间的交通站 被破坏了 我们现在要想办法 把它重新建立起来 万一永定这条线 被完全封死后 我们又多了一个 惊赤寨的路线选择 好 我马上去落实您的指示 报告 县长 上海发了一份密件 你立即给上海发一份 类似新闻通稿的电报 巧妙地披露一下 代号1199的首长 经武汉长沙 扰道干难 是 我马上发报 等等 要采用明码发报 明码发报容易被敌人破译 我就是要让敌人去破译的 是 不可能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老板 别的码头不敢说 凡是进出大步的 每一个人 我们都进行了严密的盘查 怎么可能会漏掉 这么重要的一个 中共军方人员 老弟啊 你别着急 也没有人说 1199就一定是从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溜过去的 但是毕竟人不是已经到锐精了吗 那要真的是这样 他肯定会倾固汕头 汕头那么强的力量 怎么会拦不住一个 资料相识的中共药员 曹战长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老板 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在想他怎么过去的呢 那你就慢慢想 曹战长 你不必再解释了 李兄 我是更年啊 你这两天怎么没有动静了 我这边啊 生意好 心情好 我们得找几个朋友一起聚聚啊 原来是你啊 对不起 有功了 不方便 怎么样 要小心了 把所有跟生意无关的票据 文件 全部消灰 好 还有 今天请两位来呢 是我遇上难事了 想请二位人 请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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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三位